房價居高不下像是台北新一區以及天母等高檔地段 被網友系稱為天龍國 而位在桃園高鐵站周邊的青浦地區 行政區域跨中立和大園區 當地人喜歡自稱青浦人 被網友笑稱是青龍國 近年來桃園青浦房市發展快速 臨近高鐵加上華泰OLED 鮮光影城水族館進駐 吸引不少外地人致產 桃園青浦房價水漲全高 一坪上看四到五十萬元 成為桃園高檔地段 最近就有網友發現 當地居民習慣自稱青浦人 不會說是大園或是中立人 青浦 為什麼 就是比較好招在哪裡 我會說住青浦 為什麼不會說住桃園或住中立呢 對啊 因為他離就是跟中立有分隔開的 您會說你是住在大園中立還是住在青浦啊 我住大園 大園 所以不會自己說自己住在青浦這一區嗎 是 為什麼 因為我的地址是大園啊 由於青浦地區有部分地址在大園 部分在中立 所以多數民眾都會直接說青浦 認為資訊比較明確 不過青浦逐漸成型的生活圈 加上高房價形象 讓一派人認為 不只台北天龍國 桃園的青龍國也正式誕生 青浦自成一國的感覺了嗎 那有覺得青浦已經有點自成一格了嗎 有很好很好很有特色 為什麼會直接說青浦 我覺得感覺好像它慢慢的發展起來了 然後又很多地方 然後除了桃園之外 然後除了桃園中立之後 我覺得青浦好像就慢慢 它的建設好像慢慢多了這樣子 不論是中立人大園人還是青浦人 網路上的熱議 象徵桃園青浦的確快速成長 成為桃園的信心地區